Toni 是一位摄影系的学生 他正以时速126英里的速度降落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自由落体摄影 他在录影的同时也在拍摄绝妙的相片 Toni 在全程只用了 一只手机 HTC One Tony Mack 热力推荐 好 刚才我们跟那个顾宇军教授 从那个他自己本身的背景 教育谈起 又谈到那个现在整个大学的改变 教育学程 比较着重在一个比较跨领域的那个 再回到他当初这个 五位屋也是一个因为有一栋房子 一个旧的那个房子 大家觉得拆掉可惜 要来做什么 然后最后演变成最后变成一个五位屋 然后五位屋开始也是从一个来源 货的来源不太稳定 到谁来经营他 到最后要有点获利 因为没有获利 总不能一直在跟某个单位申请钱 所以他是一个非常摸索的 未知的情况下 然后开始发展这个五位屋到现在也四年了 那可是这个东西很有趣 是因为他就跟整个台湾的 对于教育的看法是有相关的 就是教育是什么 是不是一路摸索建立孩子的一个 自我探索的一个系统 还是说用外来的课程排好来 给他教育 然后希望他能够学到一个专业 这样能够生活下去 这个是另外一种教育的观念 那什么叫做五位屋 我们是不是重新开始聊到 你觉得教育里面什么是比较重要的 可能跟你的五位屋的概念有关系 我刚刚没有解释 那个五位屋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我解释一下 我们最先就是带孩子们讨论 我们要怎么做生意 当然连名字也是跟孩子一起讨论 那有一组小朋友 我们都是分组讨论 一组小朋友就说 做二手店的生意 就跳蚤市场 是一个五位杂成的过程 你打开箱子就不知道是什么 那如果收到一个很好的东西 哇很开心 全新的手表耶 可是你下一秒钟会觉得说 那为什么这个人可以过这么好的生活 他连全新的手表都不要 然后我再过一个不好的生活 是我们没办法想象的小孩子的反应 他在同时之间有开心 可是又有一点心酸 可是他下一秒可能又OK了 因为他可以赚一点钱 所以那个好跟坏之间 好坏之间 对对对就模糊 然后我收到一双鞋子打开来 结果底下采了黄金也寄来了 所以很懊恼说这个人为什么要把这么糟的东西寄来给我 他应该洗一洗再寄来 所以他可能不小心 他可能或者是他自己的生活环境也不好 但是他想做点好事没时间了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孩子们在谈 就是回到那个教育 就是说什么叫教育 这个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领会学习 所以这个比我们去跟他说教说 你要多方思考啊 你要设身处地啊 你要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他从整理这些东西 就大家聊天 就会产生很好的学习 那所以孩子们说 这是一个五味杂成的地方 那因为这个老屋子 他有点特别是 当时我们寿风乡是 那个糖厂的所在地 所以很多甘蔗 那所以屋顶是用甘蔗叶做的 到目前为止 可能台湾没有剩下几个这样的房子了 所以我们就把屋这个字保留 就叫五味屋 这是这样的游览 那回到刚刚我们讲 这个二手屋的当中产生的学习跟教育 我自己在教育研究所很多年 然后培养了非常多的老师 现在都在 大部分在中学教书 那我自己也跟很多基层的老师 小学的中学的老师 合作发展课程 这些方案的东西 那我自己是很大的感触说 教改这几年 我很就是很不能理解的是 其实实际的第一线的教育现场 并没有感觉到孩子 获得比较好的教育 反而那个升学主义功利的 单一价值的东西 变得更紧绷 然后更很多很多的制度 希望要不考试优先 不考试导向的 都产生更多的旁门左道 去应对这个东西 那我都直接聊到说 学校有很多的部分 其实为了处理考试 我觉得都扭曲了很多的本质跟价值观 所以我在五位五 我们希望回归到生活里的学习 然后这个学习是探索的 是发展的 是由他自己去产生需要的 那我可以举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她从小妈妈不在身边了 然后就离开了 那是爸爸跟阿嬷待大 那爸爸其实工作的情况 就是一般的 就是有工就叫去 有工作 没有工也不一定 不是一个上下班形态的工作 那算是一个温暖的家庭 爸爸一个很老实的人 然后一个很关心孩子的爸爸 那可是这样的孩子 他在学校 其实他的成绩不是亮眼的 那我觉得他没有信心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认识他说三年级 那他总是躲在哥哥姐姐后面 讲话都非常非常的小声 一直没有信心 对对对 那我们就陪着他在店里面 我们没有很特 在店里面 在五位我们没有那种 课表这种东西 就是现在东西多了 我们就工作 没事就在外面 跑来跑去打打球 也是可以的 那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在这一年发生 就他慢慢跟着我们 跟着我们 去年的暑假 我们前年的暑假 我们带孩子 先单车还倒了一圈 那他那时候三年级 就跟我们单车还倒了 他个子非常非常小 我觉得大部分乡下的孩子 都有两极化 有的营养不良 要不然就是吃了很多垃圾食物 所以你说个子小 是因为营养不良 我觉得有点营养不良 那他还是把我单车骑完 那去年呢 我们又再办了一次 小的环岛 就是花冬的 然后有一个挑战的活动 是从长虹桥 30公尺的高度 垂涨 掉到秀库卵溪 其他的小孩子 大概花15分钟 就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他因为非常的害怕 所以他花了快50分钟 掉在半空中 下不来 那他当然 但终究他还是完成了 那那个给他很大的震撼 跟改变 那他回到 吴卫乌这半年的时间 我看到他 有一些神情上的不一样 讲话变比较大声了 然后今年的三月 我们吴卫乌来了 一位法国的志工 待了一个月的时间 叫Emma 她是一个黑皮肤的法国人 那这个小孩就 就对这个Emma很好奇 他就想说 那我可不可以跟你学法文 他就 只是因为好玩 他就真的开始学法文 就是每个周末 Emma过来 他就用个台报 随便当黑板 就学法文 学了两个礼拜以后 这个小孩就问了我一些问题 说 那Emma没有在吴卫乌的时候 他在做什么 他就开始提问了 他对这个人很好奇 那是不一样的人 对对对 我就开始 我就顺水推舟 我就说 你要不要接Emma 去你们家住两天 好不好 你既然那么想要了解他 我只是试试看而已 我没有任何的信心 是说 这个事情会成 他马上开始张罗 他先去问他的哥哥姐姐 说好不好 我们把Emma带回家好不好 他哥哥姐姐 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 就随便啊 你要就要啊 然后他就来说 好 我们家三个人都说 好 说你们家如果要客人去 是不是要大人答应 他就马上打电话回家 然后呢 我们就说 可是阿嬷没有看过他 要不要让阿嬷看他以后 再决定 再决定 他就马上开始去找志工说 你可以不可以开车帮我带 他说他开始去 我觉得这里面 他开始设计 规划 问题解决 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以后 Emma就到他们家去住了两个周末 两个周末 对然后 那其实语言是不通的 可是他们很开心的 过了两个周末 然后等Emma离开 这个孩子写了一个作文 就是他的梦想是 他希望将来做衣服的设计师 然后他因为认识了一个 从法国来的人 所以他想有一天 他可不可以到法国的巴黎去看看 然后或者是在那边 学习做衣服的设计 就他的作文 很意外 然后就获得了我们全线的 某一个作文比赛的佳作 然后我们就安排他跟阿嬷去领奖 因为爸爸还在上班 然后假日都还在工作 然后我们就把他的作文 简单的翻译了 email到法国给Emma Emma上个月就写信来说 why not就让他来吧 就是 他既然这是他的梦想 那我们收到这个信以后 我们就跟小孩子讨论说 那你要不要去 那他就说 那我要怎么去 要多少钱 那我的钱从哪里来 我们就开始 就开始处理 那所以他现在有一个目标是 明年他要小学毕业了 他希望他小学毕业 可以去巴黎 那这里面会产生很多的学习跟改变 第一这个孩子 有信心嘛 他如果没有信心 这些事情不会发生 然后他现在开始有主张 他开始想事情 他开始找资源 那也许他的功课没有在这一年半载里面数学英文提高了分数 可是他要去改变他命运的那一个力量开始产生 那我当时在最先希望做五位五我看到的是 我觉得乡村的孩子一直都是在功课上去追赶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标 最赶都市的那种资源很丰富的小孩 对他再怎么样好 我们花莲最好的孩子跑到都市来都是在一个状态 那何况是我我们乡下的这些孩子 那所以什么是他们适合的教育跟出路 其实我也没有答案 我就觉得就从跟他们生活里面去想这个可能性 那最近这个孩子上个礼拜楚事营到花莲去发表新书 然后我就带着这两个孩子去新书发表会 他们就告诉楚事营说我要去法国 那旁边很多人就问他说 那你什么时候去多久住哪里 他就很笃定的说不知道啊 但是以后就会知道啊 就是那这个笃定在一个孩子的身上 他会产生的东西是 我觉得是最有价值的 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明年暑假 他到底会不会去 他会去多久 可是这一年的时间 就会变成很好的学习 怎么样去认识这一趟旅程 那他要达到什么目标的 那周边的孩子就跟着他一起 去想这个事情 那我们想要去创造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教育跟学习的环境 因为如果都是回归到功课 学业的成就 这些孩子没有机会的 那可是往这个方向去想 这些孩子会有什么机会 也不是我们规划好 帮他设计好 说你大概有这些你的好的选择 像我们的孩子目前在教育系统 大概都会归类到职业教育 就是说啊反正你念高中是没希望的 那你就念农校吧商校吧功校吧 你学机械吧你学什么 那我自己对这样子的方式是很不舒服的 我觉得还是把人大概基本上分了阶级 对对对对 然后那老师也也很无奈 因为他的功课就是这样 你也没有别的选择了 所以我们在五位 有一个好玩的状况就是像这样 这个孩子他开始有一些可能性 那这个小孩那一天他突然到我的面前来跟我说 他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念大学 我已经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可不可以不要念大学 其实我在那个刹那是感动的 倒不是因为我鼓励他不要念大学 因为他知道他想过这个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为什么这样说 其实大学开放了以后 很多乡村的孩子有机会去念所谓的大学了 可是我没有具体的数字 那是我所知道的 很多这些孩子他去念大学以后 他发现他要背负很大的经济的负担 就是好像更糟糕了 对然后他的学业成就 其实也不足以让他在念完大学以后 看到一个更好的未来 可是他被卡在那个位置了 所以到底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念大学 还是说他其实有权利 或者是有机会去规划另外一种学习的形式 但是我们这样讲就政治不正确了 因为大家都应该鼓励孩子去念大学 所以我刚刚回到这个孩子到我的面前说 老师我一定要念大学吗 那我们就会来讨论这个问题 那这样的学习跟教育的选择 我觉得对孩子是更重要的 不是就告诉他 你就去念职校 然后你可以念技术学院 现在很多技术学院你可以念 技术学院也等于大学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告诉偏乡的孩子 你的选择 那我很期待这个孩子 如果他真的明年暑假去了法国 那我觉得他会为乡村带来一种新的样貌跟想象 刚刚听你讲那个小女孩 从对那个一个法国人Emma 有兴趣开始一度讲到他终于有可能在暑假去法国 这个故事听起来真的蛮感人 也很像一个剧情片或者基督片 因为他有一天真的到了法国去 未来他会怎样 其实不怎么重要 至少他在他很小的那个年龄里面 起因一个好玩或者好奇 然后逐渐解决他的一些疑惑跟他的信心 原来最重要的是信心不足 然后可是渐渐开始有信心去解决他身边很多问题之后 有一天他忽然有个简单的梦想 是要去法国 那我们待会儿来继续聊 为什么小孩子没有信心这件事情 其实是不见得是存在于乡下小孩 一个很高知识的小孩 甚至于很优秀的小孩 他也可能很没有信心 我们待会儿再回来聊这个蛮关键的一个东西